在国庆7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中 海外77位华裔艺术家共同绘制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画卷献给祖国的生日 表达了海外华人华侨对家乡的情深异常 情细中华建国70年华裔艺术家作品集 在洛杉矶发布 我们这次的展览呢 也就是说南加州华人华侨的艺术家们 他们用他们的创造 用他们的笔 用他们的思想 把他们的对祖国的热爱放在这个画上 在纸上来表现 他们对祖国的一个感情一个爱心 一个对祖国的70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何明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馨 当地的政府官员 桥团社团负责人 以及参与艺术家作品集的艺术家 近百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表达爱国热情是我们旅美艺术家的一种心情 我们通过画展和出画册的形式 来把我们艺术家的爱国热情表达出来 那在洛杉矶呢 我们已经好多老艺术家出过55周年和60周年的画册 那这次呢 我们出了70周年 我想这种传承呢 洛杉矶艺术家会传承下去 情系中华建国70年华裔艺术家作品集 是由77位艺术家参与创作 发表作品135幅 以及一幅由北美画院集体创作的作品 作品包括国画 西洋画 书法 雕塑 摄影等 作品集表达了海外艺术家对祖国的热爱 西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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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